若遇到怨证毒害 岸然忍耐 无报复心 无反报心 修佛的同学 一定要学 这是大臣的根本界 我们是凡夫 没有神通 不知道前世的事情 那个人毁谤我 陷害我 他为什么不去毁谤他 陷害他呢 为什么专对我来的 他认识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对我一个 一定有原因 原因不坏我两种 一种是晕晕相报 我过去曾经害他 今天遇到了他来害我 也报回也报 你要搞清楚了 笑一笑就了之了 这笔账笑了 账了了 再转过头来 见面就是好朋友了 没有那种怨恨心了 小调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菩萨修行 要遇到考题了 孟子所说的 天将将将将仵 天将将达仁 与世人也 必先苦起心智 握起体肤 行服乱起所为 归了人吗 找麻烦 所以动心人心 正义起所不能 考试 看你能不能通过 不能通过就淘汰掉了 要能通过的话 下面有重任 重要的使命交给你 这是上天 选拔人才考试的手段 看你能不能通过 能通过被选中了 都是好死 没有一样是坏死 所以人 头脑要冷 冷静 遇到外面境界 要不为他所动 你才会看清楚 看明白 你处置的方法 是智慧 是功德 方法恰当 是功 自己你看 云烟节化节了 境界提升了 这不是功德吗 所以 无论在人事环境 受到什么样的委屈 不可以有报复的念头 不可以有怨恨的念头 要心平起火 你立刻就感觉到 你境界提升了 你修说真有进步了 以前不能忍 小小不如意 就动干活 现在能忍 大的怨恨 都可以不计较了 都能够原谅别人 自己认真去犯行 别人是我的过失 有则改之 感谢他提醒我 我改过自己 没有 没有他冤枉我 也不必追究 提醒我 绝不会犯这个过错 所以对于 毁谤 羞辱 陷害的人 都抱一种感恩的心 菩萨永远生活在 感恩的世界里 这个多好 把这种样子做出来 让社会大家看到 这就是弘扬佛法 教化众生 这是用深教 我做出样子 告诉大家 忍辱 是 担心 是应该 是应该要修学的 我认真在修 你看修这个 对自己 身心情 身心健康 幸福快乐 从这来的 也有怨恨 也有对立 也有报复 逆期 就先进来 那叫业障 现金 想尽方法来报复 到最后是 两败俱伤 如果对方也不服 这个怨恨就变成 生生世世 云云相报 那个败俱呢 这个事情 英国里面多 历史上也有好多例子 大乘佛法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 还有什么报复 那这种三毒烦恼 是自己害自己 必须要把它断掉 三毒是贪嗔痴 忍辱 能断贪嗔